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十年前 特區政府實施賭權開放的政策 打破了以往的專型壟斷的時代 向博企提供了不少的優惠政策 成功推動了博彩業快速發展 連帶也推動了澳門的GDP 多年來高速的增長 社會的發展是一片繁華 但是風光的背後 除了交通的擠塞 通關的緊張 生活空間收窄等人人救病的城市 承載力問題之外 倒資危害也都日漸地浮現 不少人為之家庭破碎 甚至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當中有本地居民 也都有外地的旅客 最大的一個危害 莫過於是對年青一代價值觀的一個扭曲 因而社會一直有呼聲要求調控博彩業的發展規模 舒緩博彩業的負面影響 然而未見也都未看到政府 是過分地陶醉於這個博彩業所帶來的量力的經濟成績 而視若無睹 或是礙於賭牌未到期而被綁手綁腳 無計可施 現時社會各界已經提出了不少針對博彩業的調控措施 但是政府不是表示在研究中 就是表示會和有關的博企溝通協調 根本是沒有明確地回應到社會 要求盡快去調控博彩業發展規模的訴求 例如居民早前已經是救病 因為博彩業的發展 而迅速地增長的發財巴和貴賓車 大大加重了這個路面的行車的壓力 也都影響了日常的生活 因此也都期望政府能夠盡快去取消豁免 旅遊有關用途車輛的稅款優惠的政策 限制旅遊用途車輛的過量的增長 規管發財巴行駛的路線和上落客的地點等等 然而政府只是表示已經是成立了跨部門的小組 以一句會深入地研究有關的問題 迴避了居民多年來所面對的交通的問題 由此限制控制有關國子機這一類電子博彩機的增長問題 政府也都同樣未有清楚地表態 會否是對其作出適度的規管 近日也都有不少居民反應 雖然五間位於社區的國子機場 已經是按照政府的相關的規定去全部撤離或者停業 但是也都有博企是隨即這樣改為安排以發財巴 在社區裏面接客 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完全是規避了有關國子機遷離社區的立法的原意 而政府至今也都未見有清晰的表態 將是怎樣去應付處理這些等等已經是轉型的博彩社區化的問題 由於在賭場實施了控煙已經近一年 但是成效強差人意 社會也都普遍彈多於讚 部分的博企也都轉盡空止 將有關的賭桌是集中在吸煙區 不少的博彩從業員更加是直斥 受到二手煙害的影響有增無減 而面對社會要求賭場全面 控煙的呼聲更趨高漲 政府也都雖然是承諾現時的賭場 控煙的成效是不理想 但是是沒有堅拒賭場是控煙一步到位 而其他涉及博彩業規管 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問題 包括怎樣去讓博企有更加多的具體的 多元的非博彩的元素 有些什麼的措施去減低博企的外僱的比例 確保本地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又怎樣去促使博企共同去推動負責任的博彩等等 在明年的施政報告裏面 政府也都是沒有明確地表態 由始至終 政府只是強調將會在2015年至2016年期間 檢討有關賭牌的續樣問題 社會可以共同地參與提供的意見 因此社會大眾也都有這樣 政府似乎是有買賭場拍 只是會繼續為其保駕護航 博企似乎也都主導了本澳博彩業的發展 作為主人家的特區政府 就好像只能夠是主隨黑便 因而也都對於有關博彩業的高速發展 而衍生的各類社會負面的問題 也都只能夠採取一個拖折缺的了事 十年過去了 博彩業一躍獨大的問題依然未能夠改善 雖然政府也都承諾去調控賭桌的規模 未來十年賭桌會是年增長不超過3% 並且是強調會因應博企的發展 有關非博彩元素而去批出有關的賭桌 但是博企近年的持續 也都擴張有關電子的賭桌 無需要增加傳統的一些賭桌 也都可以接待更加多的客人 可以說你有張良計 他有過長梯 事實上自賭權開放以來 我們的社會在支持博彩業高速發展的過程裡面 是付出了不少的資源 也都承擔著該企業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所以我們也都不能夠被其興望的表面去遮蓋了視線 而是更加應審慎去評估產業有否過度發展 甚至是阻礙了民生 因此本人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因為博彩業發展 而引發的各類民生的問題 及早採取應對的措施 舒緩博彩業的負面的影響 回應居民的訴求 所以知道民生無改善 縱使是交出更加亮麗的經濟的成績表 都算不上是一個好的政府 多謝